好 各位觀眾 取代您關心精華傳案的最新進度 就在昨天柯文哲是正式的來提出放棄抗告 那表示他必須接下來在台北看守所 來住上兩個月住好住滿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在法界和政界 其實都引起了嘩然 那也有不一樣的解讀 那不過現在檢方在這段時間裡面 終於是可以好好的來蒐集市政 尤其是金流的部分 還有很多地方需要來做釐清 尤其是像先前週刊爆料 這個小沈1500這樣的一個數字 其實現在是引發非常多人的關注 所以說就在昨天我們可以看到 在下午兩點的時候 沈慶晶就立刻被檢方給從看守所借提 那我們看到沈慶晶當時是坐著輪椅現身 但是呈現的是非常疲勞 非常虛弱的樣子 那這次檢方來提訓這個沈慶晶 就是要來問相關有關於金流的部分 因為現在還缺缺一個非常直觀的證據 如果說檢方現在查到金流的話 那勢必可以對整齊案件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們看到在提訓三個小時之後沈慶晶出來了 那沈慶晶現在出來之後 竟然可以從輪椅上站起來了 而且是自己走上求車 那這一幕真的是讓很多人不敢相信 究竟這三小時之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是不是檢察官這個時候對他小以大意 那讓他的心情整個都好了起來 那甚至是可以站起來走路呢 好不過我們回到今天的這個現場的情況 其實檢方近日真的說可以說是動作平平 因為柯文哲積壓這兩個月的時間 他們必須趕快去補足一些相關的證據 尤其可以看到昨天是這個借題審慶晶 那今天就是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那彭震生今天一早其實也就是搭著求車 來到了台北地檢署 今天也是來接受檢方的問訊 因為彭震生其實在這一起案件中 也扮演非常重大的角色 尤其是今天週刊更踢爆 柯文哲和彭震生之前竟然有發生串供的疑慮 所以也才會成為上一次這個羈押亭中 他們這個柯文哲被羈押近艦的一個關鍵之一 那所以說今天彭震生也來到了台北地檢署 究竟今天的問訊過後 會發生什麼樣的化學變化 我們都會持續來為民眾掌握 現場時間鏡頭 張蓬蓬